其實我覺得這個家庭 其實本來是不需要有這個風波 對不對 小孩生了很高興 一個健全的小家庭 然後把小孩交給專業的保姆 然後你不要交給前女友 其實一切都不會發生 對不對 或者你要交給前女友 你要跟太太說 這是前女友 不會靠他的專業 你同意嗎 對不對 太太如果同意就沒話講 可是你就瞞著 然後現在這樣 弄成這樣 不過老實講 我覺得這個不單純 這我判斷是不單純 那剛剛玉峰有說 前女友五十萬可以借他 可以的 對 對 要戴念一段情 對 不是啦 就是朋友有通才之意 通才之意 對 我陪你也有朋友啊 你很大的 不要這樣說 你很大的 那崔芬如果你是他老婆 後來發現他借了錢 你有五十萬 你會怎樣 我會加倍奉還 什麼意思 你的眼神不要那麼傻氣 請他加倍奉還 因為他 他要再給你一百萬 其實他那個錢呢 是屬於我們兩個的 那你如果要借給你的前女友 這筆錢不是不可以 但是一個你也要告訴我 第二個你把我們共同的錢 拿去借給別人 那現在就等於我的概念 就是他挪用公款了 那挪用公款是不是要繳回規 他們家是AA 他們 他有自己的錢 他有自己的錢 但是也不能把他拿去給別人用啊 那這樣子我是算什麼呢 你怎麼這麼無情無異啊 老師 那如果我坦白告訴你 漂亮的 他的X有需要五十萬 我們這邊剛好有 那可以嗎 我要想一下 你要想一下 對 我要想一下 他的前女友 他跟你講他的前女友 對 我覺得還是要避嫌 因為不說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不尊重我 跟不在意我的感受 完全沒有避嫌 那你這樣子 你可以借他五十萬的話 以後會發生什麼事 我怎麼會知道 而且我覺得像 那他剛剛前面說不說不行 那說了也不行啊 因為我會想說啦 我會問一下說 那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要跟你借這五十萬 我會去了解狀況 不會說只有要 yes or no 只有這樣 因為他如果 他不借他五十萬 地下錢莊要來砍斷絞金 那我會跟他說 你請你的前女友來跟我借 你請他來跟我說 對 他只要說得動我 我就會借他 用你的錢去借他五十萬 請他來跟我借 那我不是變成冤大頭了嗎 我也沒賺到人情 然後錢還是我借他 所以你看啊 他還是要賺人情 他不是只有要幫對方啊 那我覺得這個還是會有一點點 危險性 因為我覺得前任啊 最危險的有三種情境 第一種情境就是像他說的 他遇到困難了 那遇到困難的人會楚楚可憐啊 然後會來哀求你 然後你就欠他一個人情 那怎麼還這個人情 還這個錢 是 所以經濟困難 另外一個生病 生病的時候說 我現在真的在急診室 你可以來看我一下嗎 我好孤單喔 你可以來陪我一下嗎 我都沒有人 我身邊都沒有人生病的時候 另外一個就他失戀的時候說 我失戀了 我好痛苦喔 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你可以來陪我嗎 我這全世界都沒有想到 任何人可以幫我 就只有你了 就只有你了 你可以來陪我一下嗎 可以嗎 玉鳳 他生病住院你會去看他 要拜託你去看他 生病我不行 我怕被醫院感染 原來是 不行是醫院 生病我不行 失戀OK啦 失戀OK啦 失戀就買個 那如果我失戀的時候 就靠在你的肩膀 好難過的哭泣 靠肩膀會被告嗎 你靠他肩膀還是他看肩膀 他一定是女生靠啊 我這個堅強的壁膀 有碰過去嗎 有差嗎 然後哭一哭之後 然後抱住你 這樣可以嗎 不行嗎 玉鳳是一個理性的人 想很久 他說說不行嗎 當然可以 所以我就說這樣子真的非常 如果沒有這個一點界限的話 因為通常像這樣的人 會出軌的人 他通常一開始都是沒有界限 然後不避險 然後最後說沒什麼吧 他那麼難過 他那麼傷心 可是那個女朋友這樣哀求 那個跟他交往 那個女朋友 以前好到不得了耶 對不對 玉鳳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喔喔喔 不能再想了 不能再想了 都會幫前女友的啦 都是還是有一點情了啦 像我很常遇到 他們都會說 哎呀 就是有一段情嘛 就是曾經有過夫妻之情好了 百日恩啊 所以當他困難的時候 幫他一點也沒什麼 但是其實這種很容易 真的很容易擦槍走過 是是 好 那這個郭律師這邊就有一個 不避險的案例 對 就是這個案例是這樣 是一對情侶 他們在臺中念書 他是大學同學 那男生個性都比較直 那他們是這樣 是畢業了之後呢 這個就分手了 因為就要去 女生要去臺北工作 男生繼續在臺中念研究所 那到了研究所之後 這個男生就交了現任的女友 那當然感情很不錯 因為都在學校裡面 進進出出的 但就發生一個狀況 就是前女友呢 如果放假 從臺北要去臺中的時候 就會打電話給這個男生說 我這次要去臺中玩 你可不可以帶我 這樣子 我也有朋友來 這樣子 你可不可以當我們導遊 這樣子 男生就是很直闖 就就帶他們去玩這樣子 那後來就有被現任女友發現說 你怎麼會這個要帶你前女友去 他之前不是跟你一起在臺中念書嗎 他瘋角葉是很熟 為什麼還要你帶 沒有啦 我是介紹一個男生朋友給他認識 當這個看看有沒有機會交往 這樣子 我們沒有要幹嘛 可是他雖然這樣子講 但是女朋友是覺得說 好 那沒關係 就是如果是還有其他人在 你們不是一對一就算 但是呢 這個前女友就常常會回來 臺中 然後跟他有一些這種互動 那私底下還會發訊息 那有一次就這樣子 這個前女友跟他的好姐妹去拍 那個像姐妹掏的婚紗 然後就有一點這個 這個這個擠出事業線的照片 然後就發給前男友 就說你看這個很自然吧 我都沒有修這樣子 想要炫耀這樣子 然後男生就說 你這個修很大好不好 我以前看不是這樣的 然後這個男的就還發訊息給他現任女友說 你看這個照片 你看這個一定有修吧 這是白白的 現任女友就很生氣 那男生就說 我你看我一定跟他沒有什麼 我才會把這個照片給你看 他發給什麼 我都讓你知道 我們真的沒有什麼 可是可是現在女友就會說 他露視夜線 這種這麼敏感的照片 你還你還跟他聊得這麼起敬 然後還很白目的跟我講 你真的是木頭 所以就很生氣 就就會有人這麼這麼的白目 然後不避險 其實後來這個女生 當然也是在研究所 還沒畢業的時候 就跟這個男生分手 因為她是在太白目 所以一天當然把前女友的互動 所有的訊息都跟這個現任女友講 是 好 那玉峰這裡也有個女性朋友 發生類似的狀況 對 好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個圖 這個圖是他們家的一個格局 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他們是小兩房 住在內湖 然後主臥室一個 小朋友一個 那中間就是都開門 做了一個房子蓋得滿簡單 對 然後這邊都是客廳 好 最後一年來了 我這個朋友是做室館 跟他老公做室館 然後做了很多年 大概快六年才有了baby 那有了baby之後 很辛苦就生下來 然後剩下來之後老公比較強勢 就說你不要去外面上班了 小朋友得來不易 你在家裡都專心好好照顧 那我這個朋友 就只好跟公司請假 那公司也很體諒他 一般來講的話 留置停薪半年 他留停了三年 然後小朋友弄到悠悠班之後 好 終於可以丟去了 好 他回去上班 但那個時候他們就要請阿姨 但他們不要送去給人家 然後老公一開始去請了就是移工 就說請移工來家裡 但是我那個朋友自己就是有意見 他覺得小朋友從小就跟他講英文 那移工的英文 也許可能有一點點的 有一點那個強調 對 然後他就不要 就是要找臺灣的阿姨 我那時候就勸過他了 臺灣不會有阿姨願意去你家 幫你照顧小孩 而且還可以講這麼好的英文 怎麼可能 他說我可以加錢 我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過陣子他老公說找到了 找到了 有一個女孩子年紀稍長 大概五十歲左右 好 但是 那這個故事我們等一下去說 好 來 先休息一下